兩位老師 除非那個志工還有所有的師兄師姐們 大家晚安 我叫劉橫甲 那個我在民國九十一年底的時候 開始高級班就業以後 那時候有 政安部活動中心他們有挑戰戰 他們一直當志工到後來因為 負責人往生去以後就沒有再支持 也聽了六年 可是這之間我都有意識在做功課 你們現在都講靜坐 因為我們習慣了講做功課 我講做功課就是靜坐 因為在這之間也通得很多 不過啦 我最實力的就是昨天 我上國發課的時候 剛碰到我們這裡有兩位師兄 因為也在那邊 那個平房子的那個師兄 張師兄今天也來了 他一位是我國發班的同學林師兄 他們兩個問題也是相同 他就問我說我開完線好像沒什麼結果 然後我就說你恭喜你 你表示你的身體好啊 對不對 有照片就是因為我們身體有病痛才漂流 你身體好好的 其實感受是很小 因為你竟然沒感受 那你表示你的身體那麼好 我相信這邊有很多年輕的 身體很好說 開完線好像沒什麼嘛 那你們要高興喔 那就表示你身體那麼好 還有一個就是昨天 整理長廷的時候 有一位師姐我也說 我們在整理長廷的時候 他就過來問我 我說我頭髮 頭髮我自己調整以後 就變成這邊套了 我記得昨天 老師好像也有講嘛 這就是好轉反應 我一時候先恭喜了他 再鼓勵他 認真的進座 我們只要很認真的那個做功課 我們的功力就會一直增加 現在現在能變什麼感覺 可是我們就得以調養我們自己 我們的血路就通了 血路通了些毛病也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大家都要希望大家都能夠 認真去做功課 做完功課我們這個要 一定要有耐心 那邊有耐心 還有在發揮之後呢 我們要再發揮我們的愛心 伸出我們的手 當你伸出去手 你可以幫助我們自己 也可以幫助別人 當我們在幫你要調整的時候 我們自己本身也在 本身自己在做功課一樣 分享到別人謝謝大家 你肯定有調過什麼病 他原來怎樣 你把它調了 調了二十幾年的一定有很多 那你要講三天三夜啊 沒關係講三個小時就好 舉個例子 像上次我有分享過 在福祉 其實在福祉上 那個 那個 在廣播了 我猛猛車家裡 他三四年輕人衝著過去 結果他們過去呢 那應該是一些 一些人的學生 還是實習醫師之類的 在太陽裡面去 他們接受去 因為他是去護者 你一打包要看看他 他要 他一直牽著他的手 問問我你要加油 我就問我老人家 他媽媽慢慢走過去了 我爛門了 稍微離開一點 雙呼聲聲聲 一個手就是在喜好 一個手就是在心臟 那幾分鐘臉色就好了 就開始說謝謝謝謝 沒關係你安靜了 反正那一站 還很 從南跑要一直到宜蘭才有停 就繼續慢慢調整 叫他安靜下來 也很多 像老師昨天講的 有 因為我們住鄉下 以前 人要往生我們都會去幫忙 也是有一次就是 現在那媽村長的他哥哥 往生的時候 大嫂也是就這樣說 突然就暈倒 他們就把台台抬到後面去 輕嘴發嘴 沒辦法 讓開箱伸走出去 就是一手心臟 一手那個曲號 怎麼幫他跳著 很快的他又醒來 還有一些例子就像 我媽媽年紀大做 新招館開刀 開刀的時候我們就幫他挑著 因為新招館 旁邊也是一個新招館開刀 我們都80來歲了 隔壁才40來歲 因為我們幫媽媽挑著 那就睡得很舒服 可是隔壁都呢 唉唉這樣 會吵到媽媽我自己也不能睡 那我們就走過去說 幫你挑著好不好 這下懷疑的態度 有點半信半願 因為看我媽媽很舒服嘛 我們就幫他調整 調整面前 然後就睡著了 那第二天就很自然的 看我幫我媽媽調整 那劉先生 你可以再幫我調整嗎 當然沒問題 很多啦 只要我們伸出我們手 不用怕 像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做不幾萬了 像我們在調整的時候 也可以到旁邊去實習 幫他跳 都可以 只要伸出我們手 就好了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劉師兄 那我們現在請 得到很快 先來 去看看 感谢观看